大家好,欢迎收看使用安格拉JS开发WebAPP 这一课我们学习使用安格拉JS加APPFORMWK加FORMWK开发WebAPP 首先我们来看文档 APPFORMWK介绍官网是这个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点击Download我们下载 现在我们下载了以后是这个文件夹 我们在桌面上看一下 然后我们解压以后我们看一下里面是什么内容 好,刷新一下 还没有吗?哦,有了 好,我们来打开文件夹 我们发现里面有帮助文档 有它的文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们里面怎么使用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博客里面有很多 AppFORMWK的案例 看这个很枯燥是不是? 然后我们现在运行看一下 好,程序已经打开了 非常酷吧 我们可以选择你看这里面有它的例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怎么切换的 你看非常酷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可以切换UI 里面有很多样式 我们可以看一下 你看这是UI图片 UI图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格子版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IOS7的 是吧 风格 然后我们这地方有安卓的风格 苹果的风格 对吧 Windows Phone 你看 我的天啊 很多种样式可以供大家选 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动画效果 是吧 好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去发布呢 我们很关键的就是 怎么去 对了 我还没有讲怎么介绍它是什么来历 这个帮助文档就是可以看一下这个官方的可以通过的地址去查看 这个是要换我的例子 什么是Juquire Mobile Juquire Mobile是APP Mobile 针对HTMI5浏览器和移动设备开发的架 WattScript框架是一个极其快速的查询选择库 支持W3C查询 版本 Juquire Mobile Mobile 原码最初在2012年1月份推出 这是来自于百度百科的介绍 马拉乘理工大学的许可振托管在Juquire 开发者可以通过以下通过插件不断的改进框架 2012年3月13日是Juquire Mobile 1.0的版本正式发布 Juquire Mobile的特点是运行快适用于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 提供于60个多个API调用 它最好就是说这个框架它是一般的Juquire 最好是结合FuneApp使用 它可以调用像手机相册啊 手机的联系人啊 摄像头啊拍照啊都可以 与Juquire相同的语法插件可以扩展 现在最小是5K 但是它还是被英特尔收购了 英特尔是2013年2月22日收购 HTMI5移动应用公司 APP Mobile HTMI5开发员和相关雇员 不过没有被收购这家初创公司 因此此举是英特尔打造 自由移动应用开发工具套件的行动之一 为了对HTMI5 CSI3提供更多支持 结块 Mobile 与结块的重要区别是 结块 API 哦 结块的 结块的 原码 是 结块 Mobile 使用的 结块原码是基于 结块原码重写 这就是说明就是它 但两者也不属于不同的产品 它这个是适用于手机 那个结块啥都适用 对吧 但是你就看性能了 结块的就是体积小 速度快 兼容性也有所不同 其实有时候兼容性也不是很好 它在 但是比其他的相比还是不错的 体积更强 在压缩之后相比比结块的24个段 结块的文件 要只有5K 这个 这个不可 暂时的话不知道 然后据 这个了解 数据了解 开始的数据了解 在安卓上要比结块也快3倍 在 iOS 上快2.2倍 还是蛮快 就是交代速度 然后兼容 它兼容主要浏览器 你看这个它有三个部分组成 插询这块 插询 query query 程序库 这块 UI gq vui 好 这个大家直播 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怎么样把它玩转对吧 就是怎么样去发布 发布它 快移动平台 安静久了使用 因为我这个本地的方 那个 环境有损 然后不能掩饰 而且还 很多问题 然后 因为我那个 SDK 包 跟现在的不一样 所以说它会出现很多问题 所以说我还是把这个 博客拿来 给大家讲一下 大家可以去那个博客 要是不了解的话 可以去那个博客去看一下 封盖不下载地址 是这个 第一步就是打开一个 Eclipse 在文件菜单下面创建 一个 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看 然后第二步 我们就是导入 Cover 这个Java 那个包 第三步 我们是创建文件夹 导入 这个包 还是这样子的 看 第四步就是把这个 index 把它写进去 这个倒不是很 至于的东西 那我们接下来看 修改 这个文件夹里面 把这个关掉吧 写入 HTML 然后就是修改 S2C下面的Java文件 然后把这个 文件 这样 鼠标这个地方指的这个文件 那个man 文件 把它修改 这个地址改成这个服务器发布的那个 文件的地址 这个包主要是去访问他的这个 但是你一定要连WiFi 我们的我这个地方也是 没有WiFi了 你知道吗 WiFi没得了 然后我会跟你说 这个 里面的话就是第六步就是将 那个xml文件 夹 导入到 那个 REC目录里面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里面有没有 那个文件 的 这一步就是 那个是FungiApp的那个包 然后我们一定要导入进去 那个是FungiApp的包 就是说我们从官网把FungiApp也得下载下载下来 那个包 然后把这个文件烤进去 懂我意思吧 然后海里面要修改一个 把这个全线代码给它开放 就是什么摄像头啊 然后声音那些东西全部给它开放 这个是给它调传线的 然后就是把这个面板给它改掉 改掉 然后把这个面板给它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最后我们就是运行 因为运行的话呢 之前我们其实中间还得有一步就是增技调试 增技调试我们就放在最后一节奖 讲好 这就是整个流程 就是 尼亚35到7步 就是修改配置 稳件就是传线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地方代码 要是不知道的话可以从我这个博客里面的地方可以考考考过去 好 这个地方选择open 然后我们选择 好 这一刻我们就到此为止吧 最后一个我们就讲增技调试 因为你把增技调试里面的那些步骤搞完以后 这个地方就可以成功了 就运行就是在你发布按钮程序的时候直接就可以显示了 好 感谢收看本日教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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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